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蔡明芳时间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聚焦的议题 是有关于最近我想大家都有看到 在这个印尼的巴黎岛所举行的20国集团的这个高峰会 那中国跟美国的一个领导人以及总统都有见面 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财长也都有发表一些这个谈话 那我想从这个上次FED 他决定升息这个三马以来 那其实大家对于这个FED的未来 他一个升息决策 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讨论 这个最主要讨论当然是 在FED升息之后呢 那FED的这个主席呢 Paul Weir他也有特别提出来 就是说未来可能升息的幅度不会到那么大 但是升息的目标有可能会继续的往上 那这个美国旧金山联准银行的总裁 这个Mary Daly呢 他就表示就是说 目前确实大幅升息的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他们未来可能升息的幅度会比较平缓一点 但是呢 升息的这个最终利率呢 有可能至少会有5个percent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至少会有5个percent 那上一次这个市场 在看到美国公布最新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发现只有7.7个percent 比原来所预期的这个8个percent还来得低 那整个市场呢 对于这个特别是股票市场 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正面的在反应 不管是美国的股市也好 或我们台湾的股市 其实都是呈现直接在这个往上涨 那也因此呢 这个美元呢 他现在呢 他的这个走势呢 就有美元的指数呢 开始就往下掉 跟之前的这个高点 其实也有一段落差 所以相应的像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新台币也好 人民币也好 都有相对的这个升值 那这个升值 特别是人民币来讲 并不是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变得多好 而主要是因为美元往下走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会好奇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这个CPI 它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时候 那是不是就在代表 就是说物价上涨的情况 真的会开始放缓了呢 那其实我们要关心这个美国的物价的话 其实还是要去看 这个物价的一个指数 它的组成到底是什么 那在这一次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下降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跟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往下掉有关 第二个是跟这个医疗消费支出 他们的一个重分类也有一些关系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问的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联主会过去 所特别关心的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 包含在台湾在内 我们有很多人会去讨论这个物价的问题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过去几个经济机构 对于中国物价的一些统计 除了中国跟香港的物价 维持是相对比较稳定以外 我们这些亚洲国家 特别是亚洲四小龙 各国家香港这些国家 其实物价上涨的幅度都相当的明显 所以你看到一个国家的物价指数 平稳 或一个国家的物价指数 涨的比较少或涨的比较多 我们要去看的是 这个物价它是怎么衡量的 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过 我们在衡量这个物价指数的时候 基本上它就是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的产品 去年的跟今年的一起 就是来做一个比较 也就是说去年的一个产品的组成 跟今年产品的组成 其实是一样的 那一样的话 我们就要必须要去看 比如说 当我这几年的物价 比如说这一年来的物价 在上涨的时候 如果你把房价也好 或者是说你把车子的价格也好 把他放的比重很高 或像一些耐久财的比重放的很高的话 那有可能在这一两年 他所购买的都不是耐久财 有可能在这一两年 他买的是一般我们日常的消费用品 可是呢 因为你把消费用品的权数放得比较小 把一般耐久财的商品占的支出比例 用得比较高的话 就会产生这个估计出来的结果 跟人们的感受就会有所落差 那一样的道理 当我们在算这个房价上涨的幅度的时候 你是把所有区域的房价 一样的这个权数 还是说不同区域的这个房价的权数 会有所不同 比如说如果所有的就业者 那以台湾来讲都集中在台湾的六都 那以中国来讲 他可能都集中在中国的许多 这个比较繁华的一些地区 那以美国来讲 可能大家会居住在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区域 那这些区域 他的这个权重有多高 其实都会影响到 你这个物价指数最后的一个反应 所以当我们看到美国物价指数 些微的低于预期的7.7% 那我们要去看的就是说 不要有过度乐观 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 美国真正的统计数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降 如果其他产品都没有降 只有二手车市场的价格往下降 那是不是因为车子的供应 新车的供应比较稳定了 或者是说 整个美国的就业市场往下掉 大家对于车子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大 那这个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 一个就是说供给面的问题 一个是需求面的问题 所以要把它理清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看到 像台湾的央行也常常会去讲说 美国会面对不仅供给面的问题 还有需求面的问题 台湾最主要物价上涨 是来自于供给面的问题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你认为供给面 影响供给面的是哪一些 哪一些需求面 你觉得重要没有被受到影响 这个也应该要把它讲清楚 这样比较可以回答大家的一些疑虑 或者只是单方面的用说 是因为供给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升息 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是很难服众的 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个 7.7%美国这样的一个物价水准 或许比预期来的低一点点 但是我想各位听众朋友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美国的最终利率至少 如这个聚金山联准银行的这个总裁 所提出来的 至少会有5个% 那5个%我想这个幅度 还是非常大代表费的 它虽然未来会升得比较慢一点点 但是它升的这个目标 还是有非常长的一段路 会再继续走 所以如果就美元来讲 我想它还是会维持相对会比较强势的 对于其他国家 如果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幅是比较慢的 那其实就要看 这一些国家是不是会因为这样的原因 而导致自己的国家跟美国的利差扩大 反而加速自己货币的贬值 导致所谓的疏力性的通膨 贬值到底有没有办法 帮助一个国家的出口 这个要看每一个不同国家 它的出口结构来看 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明显的日本 它长期就维持这个日元贬值的一个趋势 请问这样子有没有让日本的出口大幅的增加 还有让日本的哪一些出口增加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在讨论贬值 会帮助一个国家出口可以去思考的 那我想整体而言 这个物价上涨的因素 它当然影响了这个整体全球的这个经济 那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俄乌战争的这种效应 所导致的这种持久性的通膨 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其实它对于许多投资者 就是所谓的厂商的投资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那IMF它在14日的时候 就公布这个追踪G20 这个20国集团 它的经济体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就是所谓的PMI 那在近几个月来是持续在恶化的 那这一个采购的经理人指数 会持续的恶化 当然也就是看到未来的一个经济成长 是相对比较悲观的 所以在最新的10月份 这个IMF所公布的这个经济报告里面 它就把全球在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要从2.9% 要下修到这个2.7% 然后比今年1月预估的 这个所谓的3.8%呢 是要来的低很多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节目之中 长期来一直持续的 跟大家去讨论这个物价的问题 因为这个物价持续的上涨 确实对于整体消费面的经济来讲 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所有的产品都价格都上涨了 就代表你的一般的服务支出 消费支出就会往下掉 我们持续在场呢 你可以想象所有的这个欧洲 现在面临所谓的能源价格大幅的上涨 那大幅上涨的结果 像英国面对10个% 10个百分比的一个物价的上涨 其实对于整体英国的一个消费 这个支出来讲是大幅的增加的 如果这些必要性的消费支出大幅增加 它出门去消费的一个动能 当然也就会降低 就会影响到这些服务业的这个就业 那我们都可以知道 很多的饭店也好 餐饮服务业也好 服务人的这些产业 它所创造的就业人口往往是最多的 薪水不见得是最高 但是他们所创造的这个就业人数 往往是最多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如果就业因为消费的民众减少 需求减少而使得就业往下掉的话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 它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越来越大 当这个失业的情况慢慢的增加 那这个国家的内需又有在进一步的下降 就会产生所谓的恶性循环 所以物价的问题我想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关心 因为毕竟这个对于我们一般的一个消费支出来讲 它有很明显的一个排挤的效果 那这个IMF呢 它在看这个全球经济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更为悲观 那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物价的上涨 所以如果美国现在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 美国现在虽然它的物价 在最新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看起来是有7.7% 比原来预期少了0.3% 但是7.7%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 它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如果你因为这样子就预期说 美国的经济要变好了 这个可能太过乐观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股票市场的反应 当然都会有这个过度overshooting的这种现象 就是所谓的过度反应的这个现象 那你如果静下来还好想一想 CPI 7.7%高不高 高 如果高的话 美国联储会大概不会这么快的就暂停升息 或即使它要缓步升息 缓的水准可能也不会太低 因为它过去就是因为过度轻忽 这个通货膨胀 已经开始在发生 才会导致它现在通膨持续的增加 所以我想美国联储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机构 他们应该也会在持续对于 这个美国未来一个升息决策 会有更充分的讨论 那但是如果这些客观的指标值 都没有往下掉的话 对于美国联储会就说 它会开始去减缓升息呢 我想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整个美国联储会在上市 这个升息之后 然后我们又看到美国CPI的往下掉 整个全球的这个股市好像反应非常热烈 可是事实上来讲就如同IMF所估计的 整个全球的经济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乐观的理由 因为物价上涨的因素没有消除 然后冬天又要来临 能源的价格又可能会再进一步往上 物耳战争看起来也没有短期停歇的这个可能 所以在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都还存在的情况之下 我想我们对于未来的这个景气的看法 还是要非常谨慎非常审慎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段的这个节目内容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节目稍后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参访时间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参与方时间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我们刚刚聚焦在G20 这一个大家所关心的这种物价的问题 那我想G20 现在它还是面临两大的威胁 一个当然就是通货膨胀的影响 一个就是债务问题 各国这种债务危机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美国虽然最新10月份是7.7%的这个物价上涨率 那欧洲呢在10月份的话 它的CPI其实还是有10.7%是历史新高 澳洲在第三季的这个物价指数的这个年增率呢 高达7.3% 其实都还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这个我想整个政策利率 目标利率大概不会在目前就开始停歇往上的一个可能性 或者是应该是说非常非常确定的 那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当利率在往上了 其实它就会导致整个债务的上涨 导致整个债务支出就不断的这个增加 那所以债务问题我想也是未来这个G20所要面临的问题 但是不管是通膨还是债务的问题 在G20里面 我想难得这个美国中国双方的领导人见面 那我想大家最聚焦的问题 还是在于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 那在这一次这个G20 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任 跟中国的这个人行行长义刚 他们还是有聚焦在这个清零的措施 跟他的房地产的一些问题 那为什么会聚焦在清零的风控 跟这个房地产的问题呢 最主要是我想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 我们在节目之中 长期就是跟大家分享 这个防疫的影响 跟这个房地产的泡沫化 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 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政府来讲 如果他们可以了解到 或清楚的知道 中国他们在清零的一个管控上面 会不会逐渐的松绑 或房地产市场会不会逐渐的松绑的话 那对于他们了解中国经济 我想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 那当我们在谈这个中国经济的时候 其实我想大家还是要 必须要非常严肃的去 看待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 那在我们看到10月份 中国的这个进出口的话 整个清零的这个冲击呢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中国在10月份的这个进出口呢 它是意外的往下掉了 大概是过去两年比较少见了 从中国的这个海关 总署的这个统计数据来看的话 10月的出口是减少0.3% 9月是增加5.7%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看到 这个反差是非常非常大 市场原来的预期是要年增4.5%的 所以更是完全相反 进口也减少0.7% 那这个进口的减少 其实是我们长期来都会比较担忧的 因为我们台湾的出口 也是有在往下掉的一个迹象 但是我们的进口还是持续有在增加 当然我们要去看它进口掉的是什么 那最担心的当然就是 整个厂商的投资放缓 然后对于进口的资本财的需求 就会往下掉 进而就会导致整个进口往下掉 所以我们不要只有看到说 出口往下掉好像就是一件坏事 事实上我们要更关心的是 进口往下掉可能所导致的 后续的经济影响会比较大 因为对于这些出口导向的国家为主 其实他们还是持续的 必须要去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 提高他们生产产品的一个良率 增加他们的一个生产的竞争力 所以持续的进口新的机器设备 引进新的技术 对于这些以出口为主的国家来讲 是保有他们长期竞争力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所以如果这一个进口开始往下掉的话 反而我想我们各位听众朋友 要特别去注意说 这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真的面临 有哪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一个问题 那从数据来看的话 10月份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减少了13% 已经是连续三个月的下跌 对欧洲的出口也减少了这个9% 对台湾香港也好 出口都是往下掉 只有东南亚有增加 那家电的这个出口呢 我想是掉的最多的 那它的进口其实也持续了往下掉 那进口的往下掉 它的铁矿砂 这些其实都是在往下掉 那铁矿砂会往下掉 或住宅会往下掉 最主要就是因为 刚刚所提到 这个房地产破产的一个问题 所导致的中国 他们的一个经济风险的问题 我想在近期中国又在推出新的这个保交楼 就是确保可以把房子交出来 所谓的保交楼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中国人民银行也公布了一些纾困房式的措施 这个跟他们去年年底一样 是中国人民银行出来谈的时候 态度完全不一样 去年年底是因为恒大刚好发生 所谓的债务违约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大家还认为说 这个可能只是单纯恒大个案的问题 但是到今年 这个连续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问题 甚至引发了这个房地产 因为厂商可能没有办法履约 导致大家开始停止这个贷款 停止缴利息 甚至出现这个烂尾楼问题 都让中国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泡沫化的情况 对经济的影响伤害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李克强多次出来开这个记者会 那中国的人行也多次持续的 这个提出所谓的纾困的计划来帮助这些 已经缴带款的民众可以这个渡过难关 已经开始在盖房子的 可以确保他逐渐的把房子盖好 然后交给所有的民众 从这个整个中国清零的措施来看 从习近平最新的谈话 他认为中国在很多的地方 其实他的医疗动能还是不够的 所以他们认为清零的风控还是会持续 这个其实就是我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听众朋友提过的 对中国而言 我不认为在中国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认为说封城会有助于经济 那为什么这个封城以后 他会伤害经济 习近平还是继续想要封城 那这个也不会因为说 中国今天有没有封城 经济的好坏就影响到整个习近平 他的一个任期 可不可以延续在之前20大会议 还没开的时候 那最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其实就是医疗动能不足 因为封城当然对经济不好 但是不封会不会对经济更不好 这个就是两害相权取其心的一些评估 也就是说我如果封城了 那当然就是所有的生产要停止 或者是说所有人员不能自由的移动 都必须要关在这个厂房里面去生产 用这样的方式来封城 另外一个是你当然不能自由的移动 你就会使得这些餐饮 这些内需产业受到重伤嘛 你的出口或许还可以持续 这个就是跟台湾过去很不一样 台湾是把防疫做得好 所以整个社会当初 除了这个去年5月 有去进行所谓的三级警戒以外 其他时候也其实没有去 没有做过所谓的封城 所以市场可以正常的运作 厂商可以持续的生产 那相较于其他国家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就会比其他国家来得好很多 可相对于中国来讲 如果他的医疗量不足的话 如果他不封城 那让疫情整个蔓延开来 有可能会使得所有的人 最后还是无法工作 厂商还是无法生产 因为大家都确诊以后 就会使得这个确诊员工 就无法上班 他们就无法生产 其实跟封城的结果会是一样的 但是封城至少还可以减少这个感染 还可以保住厂商可以继续的生产的话 对他们来讲还有一点点这个好处 所以我想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会使得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虽然他的经济已经开始在成长 但是他的成长还是面临 这个医疗不足的一个问题 那可以让他可以这个选择用封城的方式 来避免对经济有更大更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要去看中国的一个经济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他的经济应该不会好 因为封城的情况会持续 第二个就是房地产的问题 不太可能会在这短期内解决 特别是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我想这个问题 或许在美中未来还是会持续的 有更多的讨论 就是美国对于这个科技产品的一个出口管制 还是持续在进行 当然美国现在还是希望 可以跟日本可以跟荷兰一起来合作 但是到底要怎么合作 我想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一个讨论 那最后的定案会怎么样 当然就要看最后的结果 那倒是在这样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管制之下 过去有很多人去谈到就是说 台湾会面临所谓的去台化的问题 那我想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谈一下 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巴菲特 股神巴菲特 他其实是在美国有大局买进 我们台湾机体电路公司 就是所谓的台积电 他在美国所上市的这个AD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过去大家认为台积电 他是整个地缘冲突的一个核心 他如果在这个地缘冲突的这个核心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是不是美国要开始把供应链拉回去 会对台积电不利 可是我想就一个股神巴菲特来讲 他在长期以来 他的投资当然不能代表全部 但是至少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机构投资人 那他在评估以后 他会愿意买进台积电的一个股票 某种程度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并不是要鼓励大家去买哪一家公司的股票 而是我们看到一个专业机构的投资人 他去买这一家公司的股票 某种程度就是他认为 这一家公司的长期价值是非常高的 那长期价值是非常高的 代表他也考虑了 是不是有地缘政治一个风险 因为我想台积电的创办人 其实也讲得非常清楚 他认为应该不会有战争 但是如果真的有战争 那台积电就是结束了 那我想没有任何一个 国家任何一个专业机构的投资人 会去投资一间即将结束的公司 那换句话说 就是前阵子有很多人在谈 所谓特别是美国的媒体 有去谈到所谓的晶片要去台化 去台湾化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从巴菲特的这个投资行为来看 应该是不会发生的 或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那所以我想整体而言呢 从G20他们居家的问题 也是我们节目之中长期在聚焦的 就是通膨啊 债务 还有中国经济的问题 那我想在会议结束之后 如果有比较具体的一些内容 或这个分析的话 我们在下周的节目之中 也会持续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那以上就是今天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参访时间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听 再见